一下班 方方就把新车 开到了一楼大厅的玻璃门前 引得好多人都过去围观 毕竟这种当次的车 马路上还不是很多 这都是萧小的主意 说什么要提高公司形象 几十万就弄得这 她觉得出去做那辆桑塔纳 感觉也蛮自豪的 很快就到了家 她和老肖俩个人一起动手 新闻联播刚开始时 他们也吃上饭了 忽然 电视中出现了下贱熟悉的画面 一排排土皮房 一张张惊孔的面容 还有被大水冲到的房屋 一个棚头供念 满手泥泞的女人 面对镜头哭泣着 她不是西平村的张婶吗 碗从下贱的手里掉了下来 摔在了地上 啪哒一声 摔了个粉碎 电视里说什么 她都没有听见 她的心里只是默念着 西平村遭了百年难遇的天灾 而且还是灭顶之灾 孩子 你怎么了 老肖站了起来 看着双目无神的下贱 老人也有点被吓着了 半晌了 两颗久违的泪水 才从下贱的脸上流了下来 她哆嗦着嘴唇说 老肖 我家受灾了 受了大灾 完了 全完了 这一声 充满了绝望 凄惨 让人不由的一阵难受 老肖慢慢地坐了回去 关掉了电视 老人一脸地凝重 电视上的画面 她看得清楚 那场面 确实可用惨不忍睹可以形容 就不知人员伤亡情况如何 看夏贱这个样子 这个村肯定有她的亲人在里面 不要哭了 男子汉流血流汉不流泪 这是天灾 人力不可拒绝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赶快回家 弄清楚家里受灾的情况 我和肖小 还有创业集团都会帮助你们的 老肖大声地对夏贱说道 老人不亏是战场上下来的 临危不乱 对呀 我这样有用吗 夏贱良把擦干了泪水 果断地对老肖说 我要回西平村 现在就走 行 给王林打电话 让他安排司机 开车送你 这样会快点 老肖说完 立马跑回了卧室 夏贱努力地 让自己镇定了点 他想起了方方 留给他的电话 没想到 这么快就用上了 电话打了过去 夏贱大概说明了一下情况 电话里的方方 毫不考虑 立马答应 收拾了几件衣服 夏贱正要出门时 老肖追了过来 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大信封 他往夏贱手里一地说 这东西你现在用得到 你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夏贱点了点头 他知道 这是老肖的积蓄 这方方 不知是开的飞机 还是汽车 反正等夏贱一出门 他的车已经停好了 上车后 无需多言 方方 只是问了夏贱家里的地址 便拿出的一张地图 在上面找找画画 然后说了一句 坐好了 车子便像箭一样飞了出去 一路上 夏贱满脑子 都是电视上的悲惨画面 他万万没有想到 西平村会经受如此大的磨难 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以前在电视上 报纸上看到的 没想到 今天会落在自己身上 方方不亏 是从部队上下来的 有着不可磨灭的意志 他一路上 开着车狂奔 夏贱记得 只有加油时 他们才在外面稍作休息 经过十多个小时后 车子一转 进入了乡道 很快就到了平阳镇 镇上车辆穿行 人来人往 但都神色匆匆 西川河到了平阳镇 已是最下游 从河道水漫过的痕迹 不能看出 前天晚上的水 到底有多大 夏贱不敢打问 让方方开着车直奔西平村 一路上 有河水经过的村庄 都有不同程度的受灾 快到西平村时 车子在泥泞的乡间道路上 行走十分艰难 有些从外面赶过来的车辆 不得不停靠在了路边 还好方方驾记一流 加上新宝马车性能好 他们终于把车子 开到了西平村 下车的这一瞬间 下见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西平村北低南高 河道仅靠在北边 就见整个村子的北边 河水已退去 一片塌房烂院 黄黄的泥浆 都快到人的膝盖 一些村民们 有点不舍得在泥浆里 翻找着能用的家具 村子的南边 虽然说没有北边严重 但也有倒塌的房屋 村子里最高的地方 已搭起了一排排的简易帐篷 有几个领导模样的人 正在大声地指挥着什么 下见看到了熟悉的米彩服 他的心里不由得一热 夏总 快别发愣了 去去看看你家里是什么情况 有不对的人 问题很快就会解决 方方轻轻碰了一下 正在发呆的夏剑 轻声提醒他道 经方方这么一说 他才想起自己家有村子的最东边 而河边是从西边冲进来的 就不知夏剑一路狂奔 脚下的泥水溅的全身都是 他那能顾上这些 一路上有几个村民给他打招呼 他都顾不上回答 夏剑傻傻地站在自家院门前 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 虽然一院子的泥浆 但房屋完好无缺 就是院墙倒了一大片 只要房屋没事 这说明家里人应该是安全的 贾 是你吗 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身后转了过来 夏剑一转身 就见自己的妈妈孙月娟 赤着双脚 一身泥泞 朝她扑了过来 这一刻夏剑觉得自己幸福极了 她抱着妈妈 哽咽地问道 妈 爸没事吧 孙月娟只是激动地点头 脸上的泪水已流成了河 好一会儿 母子俩才分了开来 夏剑着急地问 整个村子的情况咋样 村西受灾最严重 河水经过的地方 房屋几乎全倒了 陈康他爸由于腿脚不变 被倒他的强压死了 还有吴保护陈奶奶 这次也走了 其他人都没事 就是受伤的有十多个 现在已经被解放军 送到人民医院 孙月娟 哽咽着把村里的情况 大概说了一遍 夏剑的心里 这才稍稍又好受了一点 只要人没事 一切都会好的 剑 你到西川河爸去看看赵红吧 孙月娟忽然对夏剑说 夏剑一顿 急忙问赵红怎么了 唉 你这个榆木疙瘩 赵红在西川河爸的蔬菜大棚 前天晚上被河水冲了个一干二净 听村里人说 他这次投资十多万 全是借的 可怜他一个女人家了 从昨天早上到现在 他一直坐在大棚边上 一滴水都没喝 这样下去会要了命的 孙月娟白了夏剑一眼 意思还不敢快去 躺着一路的泥水 等夏剑来到西川河爸时 他也快变成泥人了 一大片倒塌的断墙残砖 偶尔在泥浆中 还能看到一抹绿色 那是赵红刚种植出来的菜鸟 赵红坐在半截砖墙上 两眼空洞地看着远方 婆婆王巧花手里提着饭盒 站在她的身边 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 夏剑踩着泥水 扑击扑击地走了过去 听到响动的王巧花 忽然回头 她惊讶地叫了一声 夏剑 老人的眼眶里全是泪水 她把手里的饭盒 往夏剑手里一塞 冲赵红点了点头 便扭身走了 赵红坐在哪里 就像雕塑 一动也不动 赵红 我是夏剑 夏剑走了过去 轻轻地摇动了一下赵红的身子 赵红仿佛从遥远的地方才走了回来 半晌了 才回过头 两眼直直地看着夏剑 突然她猛地站了起来 抡起胳膊 只听啪的一声 大巴掌打在了夏剑的脸上 火辣辣地痛 夏剑一动也没有动 她轻声地说 打吧 只要你心里能好受点 你就多打几下 赵红放下了巴掌 猛地一下扑了过来 夏剑手里的饭盒 扑通一声 掉到了地上的水里 夏剑抱紧了赵红 赵红放长生痛哭了起来 这哭声回荡在西川河的上空 充满着无限的凄凉 九九 九九 赵红才止住了哭声 她放开夏剑 冷冷地问道 你怎么来了 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能不来吗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西平村的一员 夏剑长出了一口气 只要赵红说话 她就有救了 从水里一阵乱找 夏剑找到了饭盒 还好 盖子盖得紧 脏水没有进去 夏剑把饭盒 往赵红手里一递说 吃点吧 不吃 赵红有点给夏剑赌气 夏剑抓起赵红的手 把饭盒往她手里一放说 人活着就好 有人就有一切 只要你赵红肯干 不久的将来 这里依然会建起你的大棚 说得轻巧 你是怎么知道这消息的 从富川市转车过来 少说也要两天多的时间 赵红说着 接过了饭盒 可能是夏剑的出现 让她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夏剑站在半截段墙上 长出了一口气说 我是看新闻时 无意间看到了 为了赶时间 就让公司的同事开车送我过来了 可没有想到 我们平都市这么的落后 一路上都是坑坑洼洼 车根本就跑不起来 让人最不理解的是 平阳镇到我们西平村 不就十多公里 开着车 竟然走了一个多小时 知道了就好 留下来吧 这里的人需要你 赵红含情默默地看着夏剑 留下来 夏剑还真没有想过 晚间时分 村委会的大院内 乱成了一锅粥 夏剑的出现 让大家暂时忘记了曾经的灾难 陈二牛几乎是哭着跑过来 他一把抱住夏剑 大喊着 兄弟 你总算来了 哥差点见不到你了 不过回想起惊险的那一幕 恐怕这是他一辈子的噩梦 陈二牛哽咽着 还想往下说 夏剑拍了拍他的背 轻声说 好了兄弟 我都知道了 一切都会过去 陈二牛这才放开了他 俩人便朝夏三虎的帐篷走去 这次水灾 夏三虎家的房子全倒了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就是在撤离时 不小心扭伤了脚 一看见夏剑回来了 夏三虎高兴地直喊 爷爷 夏剑他回来了 这一声 整个院子里的人都围了上来 大家你一言 我一言 亲热极了 在那面前 夏剑才体会到了什么叫亲情 你个兔崽子 还知道回来 夏三爷 拄着拐杖 一摇三晃地走了过来 夏剑赶忙说 爷爷 老人笑得脸上开了花 大家一阵寒暄后 话如正题 毕竟这个时候不适合聊天 夏剑便开门见山地问道 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村里的领导呢 我怎么光看到外边来的领导 而没有看到 哎呀 别问了 王德才 听说是受了风寒 住进镇卫生院了 就剩一个陈桂 他家受灾也挺严重 这会儿可能还在自家院里忙 夏三虎打断了夏剑的话 夏三爷一跺脚说 天作孽有可树 人作孽不可活呀 三爷爷 你这话的意思是 夏剑一脸的不解 难道这次大水 还和人类有关系 夏三爷看了一下周围 发现大家更忙个的 这才压低了声音说 孩子 你是不知道 咱村西川河爸爸 滴上的杨槐树 被这些败家子砍了 树根也被村民掏回家 当下火烧了 如果不是这样 大水能冲跨坝堤 直接冲进村子吗 啊 谁让干的 夏剑一听就火了 这是祖上留下的基业 多年都不敢动 可是说是西村平的一道屏障 怪不得他今天下午去那时 觉得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不出来 是谁让干的 现在都不要紧 要紧的是 我们当下要自救 解决村民们的基本生活问题 一个女人的声音 传了过来 夏剑一回头 借着昏暗的灯光 这才看清 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孩 正站在她的身后 女孩一脸清秀 长长的美发 扎成了马尾便甩在身后 白色衬衫 格子马甲 一双长铜羽鞋 如附加你的马靴 夜色中的她不为字眼 你是谁啊 夏剑不屑地问道 你还朝夏剑走了过来 一伸手说 平阳镇新来的镇长 欧阳红便是我 你是夏剑吧 你怎么知道 夏剑说着 把女孩的手 轻轻握了一下 夜晚的气温有点低 可欧阳红的手 却热乎乎的 还带有细微的汗珠 这说明 这女人刚干完活 夏剑见镇长都来了 慌忙站了起来 嘴里连连说道 无心之谈 别在意 别在意 您老人家多虑了 我是来找夏剑的 请吧 办公室谈 欧阳红朝夏 建做了个情的手势 夏剑不由的一阵纳闷 这新来的镇长 也太扭了吧 不但知道他的名字 还要找他谈话 谈啥呀 村委会的办公室内 几个领导模样的人 正在忙碌着 欧阳红一纸办公桌旁的 空椅子说 坐吧 坐下来 我们好好聊聊 灯光下得欧阳红 十分的漂亮 他身上虽然有几块大泥巴 但仍然盖不住他的美丽 夏剑看着人家 眼睛就一不动了 不好意思夏剑 你刚回村 我就来找你 这有点不太合适 可大灾面前 我们必须自救 这就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人站出来 组织和领导大家 按理说 这是村领导的事 可是这个班子你也知道了 目前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欧阳红说话大方 完全不顾夏剑无礼的眼光 欧阳红说到这里 夏剑才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 大灾面前 他还有心情看美女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他也就别在西平村呆了 夏剑迅速地收回了 自己慌乱的眼光 为了一笑说 你说得非常正确 就是我有点不明白 你是怎么知道 我叫夏剑的 还有 你要招有说服力的人 应该不会是我吧 你也别装了 下午我在村口的宝马车里 看到了你的美女司机 我们还交流了一会儿 至于我是怎么知道 你叫夏剑的 是你的穿着 还有你的风度 你一进村委会 我就开始关注你了 欧阳红说着 冲夏剑淡淡一笑 夏剑心里想 这那里是镇长 简直就是个美女间谍 他眼珠一转 故意说道 我是西平村的议员 该做什么你 尽管安排就是 既然村领导班子 现在瘫痪 那你是镇长 就亲自挂帅 胡说 我也是临危受命 今天下午才调过来的 西平村的情况 我一点都不熟悉 你让我挂什么帅 欧阳红眉头一挑 眉宇间充满了威严 这也难怪人家 人生地不熟 又摊上这么大的灾难 夏剑如果再推辞 连他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 他站了起来 一拍桌子说 可以 村民我来组织领导 但光靠人力是不行的 必须要有大型机器 这个得领导协调 放心 推土机和挖机已在路上了 就是明天的清理 不知你有没有想法 欧阳红一脸的信任 仿佛这个夏剑他们 早就认识似的 这个问题有点深度 夏剑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对农村人的生活习性十分的了解 这房子虽然说全倒了 如果要一点不留的全清理掉 这恐怕好多村民都不会答应 如果不这样搞 大半的村子 清理上十天半月 也怕很难有结果 欧阳红站了起来 给夏剑倒了一杯水 长出了低口气说 倒塌的房子下面 全是死猪死鸡 这要是时间一涨尸体腐烂 恐怕会有疫情出现 这是不能拖 都已经两天了 夏剑想了好一会儿 看了看窗外 有点担心的说 这是有难度 不过我会尽力的 争取说服大家 但是 你们的后勤工作 必须要有保障 对哪些没有房子的村民 必须要有地方住 有饭吃 这样大家才能安心 小王 你们的安置工作进展的如何了 欧阳红朝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问道 是这样的镇长 全村没房住的共43户 而房子无损的56户 有30多户人家 能每家勉强空出一间房来 可还剩10多户就没地方住了 小王翻开本子 给欧阳镇长说道 欧阳红低下了头 全镇多个村子不同程度受灾 而且上报速度太晚 这让市委领导大动肝火 亲自批文撤掉了原来平阳镇的李镇长 还有庞府镇长 反正是一大批与此事有关系的主管副市长 因为这次水灾 相关部门毫无预测 还上了新闻联播 欧阳红去年才毕业 调平阳镇来之前 他是环城镇的镇长 那里工作比较好做 阴离成尽 经济发展也快 没想到 一下就把自己调到了全市 每年倒数第一第二的平阳镇 这有点坐滑滑梯的感觉 夏剑轻轻地敲了敲桌子 轻声问道 欧阳镇长 你是不是困了 要不你 欧阳红这才回过神来 毕马说 不好意思 我们还是研究 下一明天的工作 这样 召开村民大会 夏剑忽然说 欧阳红一愣说 现在呀 是不是有点晚了 再说人多嘴杂 欧阳红有点疑虑 夏剑一拍胸脯说 别怕 有我在 欧阳红一听 露出了甜甜的微笑 非常时期 大家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 村委会的大院内 黑压压的人坐满了院子 村民们该来的可能都来了 欧阳红直接就站在屋檐下的台阶上 他先是挥了挥手 然后提高了嗓门喊道 各位西平村的村民们 我们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天灾 在大灾面前 我们应该同心协力 共同渡过这次难关 可能有些村民已经认识我了 我就是平阳镇新来的镇长 欧阳红 新来的 就来的 与我们关系不大 你就一句话 我们这些 到了房子了怎么办 人群中 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句 欧阳红耐着性子 双手朝下按了按 意思就是让大家先冷静 然后立马说 问题肯定是要解决的 但解决问题得有个过程 今晚在这百忙之中召集大家 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想让村民们推选一位 你们自己认为 能够带领大家 度过这次灾难的临时领导 轰的了一下 全场炸了窝 选谁的都有 还有人当场就开始骂起了王德贵 说他是逃避责任 装病 场面一时有点难以控制 欧阳红喊了多少声 都没人理他 全场乱哄哄的一片 夏三爷拄着拐杖 颤抖着身子 在人群中站了起来 他满头的银发和夜风中 微微飘动的银须 给全场一种无形的震慑力 人生渐渐的小了 村民们 我夏老三 过了今年就九十岁了 可以说是黄土埋到脖子根的人了 所以我恳求大家 不要这样 这不是选村长 这是一份苦力活 可以说是无权无力可图 那你们还在这里瞎争什么 老家越说越火 把拐杖在地上敲得咚咚直响 那些个刚才骑哄瞎闹的村民 惭愧地低下了头 夏三爷在西平村 不光是年纪最长 但最重要的是 他有着不可低估的威严 就在这个时候 西墙根的一群妇女中 有一个人站了起来 他大声地喊道 夏三爷说得非常对 我们不能光在这里 瞎浪费时间 只等着政府的救济 大家要清楚 这次沿河受灾的村庄 多达二十几个 当然我们西平是受灾最重的 那我们就应该更加努力 同灾难斗 而不是在这里内斗 是赵宏 人群中有人说了一句 大家杀了一下 把目光看了过去 赵宏略一停顿 便接着说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灾后的清理 及重建工作 这就需要一个有能力 有心为大家服务的人 跳出来 你们觉得 你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吗 可以自建 这下哑火了 全场几百人 顿时鸦雀无声 站在欧阳宏身后 一直没有说话的下见 不由得多看了赵宏两眼 这个女人变了 变得是越来越强大了 这还是她 原来认识的赵宏吗 欧阳宏算是看明白了 这种场面 只有这两个人才能镇住 她立马说 时间紧迫 不容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 夏三爷你来说 这个临时领导 谁最合适 夏三爷双手拄着拐杖 全场扫视了一遍说 举亲不必闲 我认为 夏剑最合适 哗的一声 场内又乱了 大家交头接耳 开始又议论了起来 有人说夏剑 就是一个小混混 打架都还行 干这事 还是不妥 还有更可笑的 他们问 夏剑好像外出一年多了 他回来了吗 都在这个时候了 大家就不要再分 王家下家了好吗 我同意夏剑 做我们的临时领导 赵红大声的喊道 陈二牛立马站了起来 我也同意 夏三虎 张二 还有张沈 他们一个个的都喊着夏剑的名字 最后全场动了起来 就连哪些平时不待见夏剑的王姓人 都举起了手 大灾面前 没有利益冲突 只有共同面对 夏剑坐在村委会的办公桌边 一脸的沉重 他虽然通过了全村人的临时任命 按理说 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说明他夏剑进步了 能领导全村人了 可是 肩上的 这担子重啊 重的他几乎都有点承受不住 夏总 快喝吧 药不凉了 一旁的芳芳 指了指盆里的粥 这都午夜两点了 芳芳才把晚饭送了过来 大水冲走了全部的彩火 做顿饭难啊 夏剑长出了一口气 端起盆 三下午除二 就到了盆底 不喝才怪 一天都没好好吃东西了 说来也怪 他竟然赶不到饿 芳芳 你明天就回复川氏 把这里的情况 给萧总汇报一下 我一时半会是回不去了 夏剑有点不舍的放下手里的饭盆 忽然对芳芳说道 芳芳没有说话 端起饭盆 走到门口时 猛然转身说道 不 我不回去 我要在这里帮你 汇报的是 我明天早上到镇上去打电话 说完 不等夏剑说话 人已经没影了 夏总 你这个手下 看来不听你的呀 欧阳红笑着走了过来 坐在了夏剑的对面 夏剑无奈地摇了摇头 接着说 我已经想好了 明天 你必须从中协调 把电话架到西平村来 我们等机械设备到了 就从村西头开始 一家一户的清理 而且重建工作 立马要跟上 好的 这些都没问题 这里的情况 我已经让小王写成材料 连夜上报事理 相信是领导 一定会高度重视 我们这里的情况 唉 真没想到 西平村的情况 如此的糟糕 什么年代了 连条电话线都没有 你们这些成功人士 不能光顾自己 要多为村里人想想 欧阳红说着说着 就把话题 转移到夏剑身上来了 夏剑冷笑一声说 成功个屁 农民工一个 切 列自己威风 长别人志气 农民工咋了 还不是坐上了 创业集团老总的位置 开在这宝马车 整个平阳镇 都找不出一辆来 我家在城里 我还是北大的高材生 现在还不是每天 在农村工作 欧阳红说得很坦然 没有一点做做的成分在里面 夏剑尝出了一口气 他心里清楚 自己这个老总 只是一个名分 看着光鲜 其实不中用 不过 让他有点吃惊的是 人家欧阳红 不但出身好 而且还有这么高的学历 竟然一点关架子也没有 这样的领导 还真不多 两个人边说边工作 等天微微亮时 他们有关西平村灾后重建的方案已经完成 谁是这儿的领导 一个哄亮的声音从村委会的大门口传了进来 随着声音 一个身穿尼采服的军人走了进来 欧阳红和夏剑迎了出去 欧阳红一看 盲说 我是镇长 你好像是这里抢险的指挥官吧 你有什么事就说 就在这时 方方端着个饭盆冲了进来 他一看哪个军人 先是一正 继而大喊道 陈军 是你吗 哈哈 我还以为你光荣了呢 这个方方 对谁说话都是大大咧咧 毫不在意 方方啊 差点都没认出来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陈军看着满脸锅灰的方方 差点都笑了出来 方方 这才觉察到自己脸上有情况 立马把饭盆往窗台上一放 用手两擦 笑着说 和你一样 你是强险 我是跟领导回来救灾 方方说着 冲下见笑了笑 你还是赶快回去吧 我们农村生活 本来就艰苦 再加上这天灾 你们城里人就更难适应了 你看看 自己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下见说着 走了过去 帮方方擦掉了额头上的一块黑色 方方眼睛一瞪 调皮地说 一会儿我就去镇上打电话 什么 这里没有电话 我还以为是被大水把线路冲坏了 陈军一脸地不解 欧阳红尴尬地笑了笑 算是默认 陈军想了一下说 这样吧 这里的险情已排除 本来下午撤离 我马上报告 临走之前 帮你们把电话限价过来 邻村已通了 离这儿不是很远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下见一激动 抓住人家陈军的手 使劲地握了握 方方的脸上 也展开了美丽的笑容 军民与水情 下见这才真正知道了他的含义 由于道路的原因 大型机械设备到西平村时 都快中午了 下见先是让驾驶人员随便吃了点午饭 就立即开始了工作 村西头第一家便是陈康家 这陈康他爹 就在这次灾难中去世了 六十多岁的人 要不是腿脚不便 也不至于送命 下见带着方方 身后还跟了陈二牛等村里的一些强劳力 大家带着工具 就直奔陈康家而来 欧阳红领着铲车队 从另一边绕了过来 陈康家倒塌一片的院子里 有十多个人站在墨西的泥浆里 有男人 也有女人 而且还有几个小孩 大家的头上都缠着一条白布 下见 这陈康看来想闹事 陈二牛小声地提醒着下见 房权到了 人也死了 这么大的是 贪谁身上都难免会有情绪 下见早就做好了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他朝前跨出了一步 大声地说 陈康哥 输走了 大家都难过 你要让他尽快入土为安 而且你家地处西亭村第一户 如果这些泥浆不尽快清理 埋在下面的哪些动物的尸体 很快就会腐烂 有可能会造成无法预测的疫情 我不管 我知道你这两年长了点能耐 说道理一套一套的 可我爹死了 房子倒了 总要有个人出来说句话吧 你是临时的 我不难为你 这全部清理掉了 将来我们住哪儿 就算这些烂东西不值几个钱 那也得用钱去买呀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怒气冲冲的吼道 他就是陈康 陈二牛抢前一步 大声嚷道 陈康哥 你这就不讲道理了吧 下见可是大家共同认命的 再说了 这是天灾 不是人祸 你也知道 全镇有二十多个村子受了灾 这个时候 有谁能给你出来说话 二牛 你可别忘了 你也姓陈 我不讲道理 你说这道理该咋讲 我爹死了 下葬也要强 家里这么十几口人 将来吃什么 总不能一直住在别人家里吧 四十多岁的人 说到后面 竟然哭了起来 这场面 谁见了都得难过 下见走了过去 拍了拍陈康宽厚的肩膀说 都怪我们大义 忘记了你家的处境 这样 我这里钱不多 先给你二千块 你赶快让叔下葬 这是头等大事 至于你家的吃住问题 昨晚 欧阳镇长已经上报了 当然 你家先清理 就肯定先建造 下见说着 从方方手里 接过了两千元钱 递给了陈康 陈康感动得指点头 他问道 这房子是国家帮我们建吗 是的 你放心好了 我欧阳红是平阳镇的镇长 代表政府说话 躺着泥水 欧阳红从另一边的小巷子里 走了过来 陈康看了一眼下见 低声说 你是咱村的 你说的我信 欧阳红有点不好意思的 看了看下见 下见赶忙对陈康说 你就相信吧 他说的全是真的 赶快把书下葬吧 有需要尽管招呼一声 陈康点了点头 领着一家人走了 听说他爸的尸体就停放在村口 下见一挥手 村里的几个年轻后生就开始大干了起来 不一会时间 几台大型机器已从村西头碾压出了一条新路 和村民们形成了和谓之事 不到天黑 陈康家的院子已经清理了出来 下见脸上露出了少许的微笑 他一回头 就见巷子口的一块大石头上 欧阳红卷曲着身子 已经睡着了 下见这才想 他们昨晚一夜未睡 傍晚时分 等下见回到村委会时 电话已经通好了 下见 我看这样进度太慢了 咱们应该分成几个小组 白天和晚上都要工作 而且 把村里所有人都要派上用场 不论男女欧阳红坐在电话机旁 看样子刚打完电话 一看风下见 立马就说 下见想想也是 这第一天确实有点盲目 现在不过里出了点头绪 按欧阳红说的应该效果最好 他长出了一口气问道 你掉了哪些日常必用品 省收到位 好多村民的粮食和面 都被大水淹埋了 今天听大家说 就快撑不住了 明天会有一部分米面先到位 吃饭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你放心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 一个村子 受灾户只占了65% 还有35%的村民 家里应该还有鱼粮 如果全部拿出来的话 撑上了十天半月应该没有问题 可是这些人 欧阳红翻了小本子 看来他的工作做得十分仔细 下见之道 他接下来想说什么 立马打断了他的话 抢着说道 那好吧 让村里原来的哪个妇女主任 成贵他老婆挺着的大肚子 钻到了铲车下面 什么 好好的 钻到铲车下面干什么 下见一听就火了 这女人是不是疯了 成二牛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一口气喝完 一口气喝完后 这才说 不是 现在不是清理到成贵家了吗 这个别独自明知自己是村干部 不好出面 就暗中鼓动自己的老婆 钻到铲车下面 阻止我们干活 你等等 陈贵也有老婆了 还是大肚子 下见越听越糊涂 这陈贵他还是清楚的 网友才得跟替虫 没少挨他的打 他怎么一年多的时间 又是当上了干部 还娶了老婆 还真有点鲤鱼跳龙门的感觉 成二牛干笑了两声说 你是不知道 这家伙一当上村干部 就神气多了 手头有了点闲钱 先是修房子 再就弄了个老婆回来 结婚之前肚子就大了 一看就是个狐狸精 行了行了 静说这些没用的 欧阳镇长 咱们去看看 下见说着 人已经出了门 成二牛冲欧阳红一笑说 你看他这急脾气 刚才不是他问的吗 还说我静说没用的 欧阳红呵呵一笑 急不赶了上去 成二牛家的巷子口 围了一圈人 有干活的 也有跑过来看热闹的 怎么回事 下见喊了一声 人群立马散了开来 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 劈头散发地坐在地 两只脚身在 缠土机的大轮胎下 旁边站着的正是陈贵 他一看到下见 便一脸间笑得迎了上来 哟 领导 你可来了 你看我这个婆娘 一点都不争气 听说你给陈康佳 补住了两千元钱 他也喊着要 说不给 他就坐在这儿不起来 我拿他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是大肚子 稍不留意 就会有麻烦 你说是吧 陈贵还是以前 哪个滚刀肉的样子 这要是以前 下见早一脚把他踢飞了 不过他心里清楚 这家伙知道他现在不敢 所以故意刁难 无非就是想多弄几个钱 农民人苦 但是用这种方法 来跟他讨价还价 下见从心底里是不愿意的 陈贵呀 你好歹 也是村里的干部 应该比其他人 觉悟高点才对 我给陈康了两千块钱 那是安葬费 但有一点你给我弄清楚了 那不是什么补助费 是我下见自己掏的腰包 下见说着 慢慢地走了过去 他想看看 坐在地上的女人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陈贵鼻子一歪 冷哼一声说 是不是补助费 我们也不知道 这句话够伤人的 下见心中 不由地怒火直往上窜 拳头以握的爸爸之响 眼看着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陈贵一看下见火了 脸上不由地露出了难以觉察的微笑 他这是瞌睡找枕头 只要下见敢动他一下 他马上装死 他老婆还有家里的老娘 正愁没人照顾 我知道 这钱是他自己掏的 欧阳红几不赶了上来 一脸的怒火 看来他也是真生气了 陈贵眼睛一翻说 你谁呀 这家伙 也是横到家门口了 连新来的镇长都不认识 你说这大灾来临 村干部在干什么 自顾自家 那还能想到其他的村民 你是陈贵吧 西平村由村长任命的文书 我是新来的镇长 叫欧阳红 欧阳红一字一眼 说得非常清楚 他这话里的意思不浅啊 聪明人一听立马明白 陈贵一听 这下傻眼了 两手搓了搓说 你是镇长 应该到西平村了 先联系我们这些干部才对呀 我还以为政府把我们西平村给抛弃了 果然是滚刀肉 话锋一转 还成了欧阳红的不是来了 听得下见火气直冒 可一旁的欧阳红朝他使了个眼色 意思就是冷静 是吗 我一到西平村 你们的村长王德贵 比我早一步就住进了平阳镇卫生院 而你 我听说正忙着处理自己家里的事情 根本忙得顾不上村民 只有妇女主任宋芳 跟着我跑了跑腿 后来也找不到人了 你的意思是 我先不要忙着抢险 而是先来拜访你 欧阳红声音越提越高 身后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 陈贵本来是想在嘴上讨点便宜 见好就收算了 没想到 这个新来的镇长还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弄得他在这么多村民面前一点面子都没 这以后他在村里的工作还咋干 于是他心一横 眼睛一瞪说 我是小农民 思想觉悟当然比不上你们当镇长的 不过今天这事 我说了不算 如果我媳妇同意 我陈贵屁都不放一个 坐在地上的女人 一听陈贵这么说 立马哭喊了起来 我的天啊 这要压死人了 还有王法没有 这女人哭得挺有艺术感 吊子拉得又高又长 就像在唱大戏 夏剑这才知道 陈二牛为什么说他是狐狸精了 场面有点失控 陈贵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他这是向夏剑和新来的镇长在示威 他明明就是村里的领导 还不通过他弄个临时的夏剑来压着他 欧阳红脸色一变 大喝一声 够了 我给你说陈贵 你和王德贵的事情没完 西平村这次受灾 你们当领导的能拖到了关系 那片阳槐树 是不是你们领导着砍的 如果不砍树 大坝也就不会被冲垮 水能进到了村子吗 领导就是领导 关键的时刻 专攻软肋 陈贵牙火了 他女人也不闹了 就听欧阳红接着说道 就这一点 我立马可以通知派出所先把你关起来 还有 大灾面前 大家的利益最重要 你以自己的一点私利 敢在这里胡闹 我也可以立马叫人把你抓起来 字字如钉 句句在里 陈贵吓傻了 他没想到 这笔账人家早给他寄好了 倒是坐在地上的他媳妇拾去 慌忙爬了起来 拉着陈贵就走 看热闹的人群哄的一下笑开了 开弓 欧阳惊一挥手 急气顿时轰凝了起来 又是一番大干的热闹景象 灯光下 下见发现 欧阳红越发得漂亮了 尤其是他发脾气的样子 可爱中 透着威严 刚才要不是他及时赶过来 说明这会儿 陈贵早躺在地上了 就在他看了罪入神时 方方跑了过来 他笑着说 我刚才给萧总打了电话 他说让你晚上九点等他电话 你可别忘了 还有你爸让你晚上回一趟家 下见这才想起 自己回来这么久了 还没有见上老爸一面 他这个做儿子的也太不孝了 可一看手表 这都快八点半了 还是先去接电话再说 劳累了这么久 一坐下来 下见便睡在了村委会的办公室里 这个时候 该忙的村民全都去忙了 帮不上忙的都各自回家了 这次大灾对村民们的打击可不小 尤其是那可怕的一夜 让好多小孩都受到了惊吓 丁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睡梦中的下见 努力地睁开了眼 发现自己正爬在办公桌上 桌上的电话一直响了个不停 他伸手爬了过来 耳边一放说 喂 你好 西平村下见 这是非常时期 往村里打电话询问灾情的领导很多 他可不想冒失 电话里传来了一阵清脆的笑声 接着便说 下见 你生日累坏了 我听你一点力气都没有 你可要悠着点 这是大事 急不来 下见听出是萧小的声音 他这才坐直了身子 呵呵一笑说 没事 你回来了吗 那我就放心了 这边一时半会我是回不来的 怎么 你生日打算不回来了 我可告诉你 你千万别做白眼狼 要是你觉得能对得起我爸的话 你就别来 不过我还要到你们村 给村里人说到说到你的情况 萧小打断了下见的话 听得出他非常的生气 下见顿了一下说 你别急嘛 我并没有说我不回来 我的意思是 村里现在的情况非常的糟糕 等这边差不多了 我回去还不行 这就对了 方方就不用回来了 让他帮你干活 我怕把你累坏了 电话中的萧小变得温柔了起来 下见一想 觉得有点不对 他忙说 不行 我们这边的条件太差 再说了车子 放到我这里也不是个事 还是让他回去吧 有什么需要的 我会及时给你电话 别说了 我决定了的事情就不会改变 方方刚才已经跟我通过电话了 他说他是军人 能吃苦 再说了 集团的老总配台车也是应该的 你要出去办事 也方便点 电话中的萧强非常的霸道 根本不给下见反驳的余地 不过最后萧小的一番话 让下见心里非常的舒服 他说 要下见爱惜自己的身体 忍离危险 还说他要马上给公司开会 发动全员捐款 真是创业集团支援西平村 那可就好了 挂上电话的夏剑 激动的用拳累了一下桌子 别激动 小心你的拳头 一个女人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夏剑吓了一跳 慌忙回头一看 就见赵红不知什么时候 已站在了她的身后 哎哟 我的个姑奶奶 你这是要吓死人啊 怎么进来了也不吭一声 夏剑说着 用手夸张地按按心脏 心都被你吓得跳出来了 夏剑一看赵红有点不高兴 慌忙又来这么一句 赵红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 微微一笑说 是和美女通话激动的心 要跳出来了吧 赵红说完还白了夏剑一眼 这下夏剑便没底了 她搞不清楚 赵红到底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她和肖小的通话 不知她又听到了多少 于是呵呵一笑说 咱们西亭村有大公司捐款了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一般村民听到 肯定要问个三长两短 可赵红好像没听到一样 她接着问夏剑 你是不是还要回去 没有啊 村里现在这种情况 你说我怎么回 夏剑脚变着 她心里不由的一哆嗦 我的个神 原来她全听到了 赵红见夏剑不肯承认 脸色一变 站了起来 骂道 你就是个白眼狼 骗子 地地道道的大骗子 我不会再理你了 赵红骂完 转身夺门而出 刚好欧阳红走了进来 她一脸的不解 轻声问道 这是怎么了 你刚来就骗人家了 夏剑呵呵一笑而过 这可怎么办 暗下葫芦起了瓢 各位听众老爷 本频道为连载故事集 预知后事如何 请按照章节顺序 开启下一章 让我们继续精彩故事 陈贵其实就是村里的一个绊脚石 把他收拾妥当了 后面就没人再说闲话了 接下来的工作 进行得比较顺利 大概十天不到的样子 西平村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 已到了重建阶段 可问题来了 村里有人开始闹腾了 本来大家贫富多少有点差别 就是你家的房子多 我家的房子少 还有就是一个家庭 占两个宅基地 这重建的时候 吵吵着要两套房 唉 这些问题怎么就没有考虑进去 夏剑有点懊恼的直抓头发 我回来了 这两天让你一个人受累了 欧阳红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 这女镇长也够厉害的 在村委会硬是住了半个多月 每天不是爬着 便是坐着睡 这要是别人 早都累垮了 夏剑冲 欧阳红笑了笑说 你回来就好 我快撑不住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欧阳红说着 坐在了夏剑的对面 女人身上飘过来一股淡淡的清香 非常的好闻 夏剑不禁抬头一看 回去了一趟的欧阳红如出水浮容 一头长发剔开了散在肩上 奶油色的白衬衫 恰到好处地勾勒出 她身体玲珑有致的曲线 白里透红的脸上 两只会说话的眼睛正在端向着夏剑 怎么了 我这样生事不好看 实在是太忙了 临来时才洗了个澡 头发没有干 所以就弄成了这样 别见笑 欧阳红说着 有点尴尬地笑了笑 夏剑正要说话时 宋方扭着水蛇般的西腰走了进来 都说南方的女人如水 还真有点那样的感觉 欧阳镇长 你可回来了 我都急死了 宋方冲夏剑微微一笑 紧挨着欧阳红坐了下来 这个女人 原本是西平村的妇女主任 在这次抢险中 不算太先进 也没有拖大家的后腿 所以 有些事情 夏剑和欧阳红还是很乐意找她的 什么是宋姐 你快说 说完我这边要开会 欧阳红虽然是镇长 对村民还是比较尊重的 这个宋方生看起来应该比她能大上几岁 宋方先是看了一下夏剑 这才开始说 镇长啊 这次水灾 虽说我家没有对大水把房子冲倒 可西边的两间厢房 墙倒了 你说这房子墙都没了 那还叫啥房子 这个女人 说话就话 干嘛娇声怪气的 还时不时的看上夏剑一眼 这让夏剑非常的不舒服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这次重建时 给你家也盖两间新房呗 欧阳红眉头一挑说 宋方万万没有想到 欧阳红这么爽快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人家就知道她的意思了 她立马站了起来 狠狠笑道 是的镇长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不行 没有这个可能 欧阳红眼色一变 神情很严肃 坐在她对面的夏剑 心里暗想 这当官还是一门学问 看来自己好像还嫩了点 看看人家 以退为进 宋方一听 也不乐意了 嘴里小声的嘀咕道 怎么不行 我们也是西平村村民 而且别人能盖新房 为什么我们家就不行 再说了 我是村干部 要比对村里的贡献 我比他们强多了 夏总 你看一下 这次的重建户里面 有他们家吗 欧阳红对夏剑说道 夏剑明白欧阳红的意思 便翻开记录本 还是细细地看了一遍说 没有 这次的重建户 是房子全部倒塌 完全清理掉的 像他们家这样的 村里还有一二十户 都不列入重建范围 哎呦夏剑 你可是咱们西平村人 虽然说我来西平村叫晚 但平日里村上有个啥事 我对你的父母还是挺照顾的 所以这次你必须帮忙 宋芳就像一块口香糖 见谁念谁 欧阳红站了起来 右手一伸说 宋姐 请吧 我和夏总还有要是商量 耽误不得 宋芳看了一眼欧阳红 又看了一眼夏剑 剑下剑末不吭声 这才失望地走了 欧阳红无奈地摇了摇头说 农村的事就是这么麻烦 有时候还得快刀斩乱马 今天我给你电话中说的是 你有没有向上反应 夏剑这才划入正题 问欧阳红道 欧阳红摇了摇头说 上面根本不同意 一间房也不给补 全部一刀切 不过原来自家的宅基地还可以保留 等大家有钱了 再自己慢慢带吧 这次一点希望都没有 全镇一个政策 这可就难办了 夏剑着急地抓抓头 欧阳红长出了一口气说 平阳镇是贫困镇 不但每个村上没钱 这里财政也是坐吃山空 每个村子都有受灾 你们细平村最重 所以由我来主抓 但搞特殊化的事情 我是万万不能开头的 如果这次重建款能按期到位 我也算是烧高香了 好吧 你先忙 我得回家一趟 夏剑站了起来 一脸的失望 他知道这个时候家里肯定坐满了人 欧阳红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说 给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相信他们是能够理解的 不亏是北大出来的女镇长 夏剑没说 他都已经知道了 已是傍晚时分 村子里有些人家亮起了灯光 刚刚清理出来的村子 空荡荡一片 剩下的哪些房子也是残墙烂瓦 处处透着一股凄凉 夏剑走在空无一人的巷子里 耳边便响起老爸夏泽成的声音 孩子 咱西村平人太苦了 你要是有这个能力 就留下来 留下来帮帮村里人 留下来 怎么留啊 如果没有老肖 他夏剑能有今天吗 不会 一望的不会 夏剑的内心矛盾极了 这些天 为了这事 他没有少分身 还有这个方方 他就是肖小暗插在西平村的一双眼睛 他干什么 肖小远在千里之外 他都能知道 不经意 已到了家门口 夏剑调整了一下慌弯的思绪 快步朝屋里走去 他没有猜错 他家就好像是在开村民大会 炕上 地上 能坐的坐 不能坐的蹲 还有人站着 一看这场面 夏剑的头就大了 你可回来了 大家等你好长时间了 孙月娟微笑着对夏剑说道 夏剑慌忙朝屋里的所有人点头 招呼了一下 不等他说话 坐在炕里边的夏三爷便问道 孩子 欧阳镇长回来了吗 大家的是反应的怎么样 板上钉钉的是 夏剑也不准被隐瞒 他长出了一口气说 全镇统一标准 一刀切 每户人重建五间新瓦房 夏剑尽量挑好听的说 那不行 我家可是整正七间房 这个大家都可以作证 坐在门口的夏三虎忽然开了枪 这可是夏剑最好的铁杆朋友 他都站出来反对了 别人就更说了 这个一刀切 确实存在着不合理话 但是政府就补助这么多 夏剑为这是差点和欧阳红干了一仗 一两天 两人都没怎么说话 夏三虎一说话 房内变乱了起来 你说他家多了 我家少了 说着说着 有几个人还吵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可难为是夏剑了 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别吵了 吵能解决问题 夏三爷大声地呵斥道 等屋内平静了下来 夏三爷这才对夏剑说 孩子 当初选你当我们的临时领导 我们一想到会有今天的事 所以 你必须为村里人着想 该几间就几间 少的不能多 多的也不能少 这样做事 才算公平 要不大家不服 这个道理夏剑明白 可他能有什么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 王立军和宋芳快步走了进来 一进门 王立军便大声问道 夏剑 凭什么 我家到了的两间房 都给重新盖 你这个村林代表 到底是哪一派的 房内本来就很乱了 王立军一进来 就像是火上浇油 大家都开始指责起夏剑来了 说他不为村民办事 只想着讨好欧阳红 这什么狗屁话 夏剑一听就火了 他大喊一声 我不管了 都别来找我大家顿时牙火了 夏剑的一罢官 弄傻村民 本来就是白为人民服务 他们还这样的不领情 也难怪夏剑动怒 大家闹了个不欢而散 不过王军立夫妻可高兴了 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第二天 夏剑没有起床 他想好了 他要好好地睡上一觉 完了和方方一起回复川氏去 这里他真受够了 不但出力不讨好 还招人诽谤 说他讨好欧阳红 有这个必要吗 他夏剑是讨好别人的人吗 剑啊 快起来 早饭做好了 就等你一个人了 妈妈孙月娟在门外喊道 夏剑打喝歉说 妈 你们吃吧 我还想睡会儿 快起来 你这个兔崽子 村里已经都这样了 你还能睡得着 夏则成一腔的怒火 把门泪得咚咚指响 夏剑一 咕噜爬了起来 迅速地穿好了衣服 走了出来 他知道老爸的脾气 他如果再睡一会儿 这房门肯定会被拆掉的 又是玉米粥 刚回来时 夏剑喝得很带劲 慢慢地就喝不下去了 这和城里人的生活 比起来还真是差远了 芳芳倒是喝得很带劲 夏剑就弄不明白了 一个生长在城市里的姑娘 住在他们这样艰苦的家里 一点都不嫌弃 孙岳娟踢了一下 正在埋头喝粥的夏则成一下 老爷子立马明白了过来 他放下碗筷 轻声地说 驾 吃完饭赶快去村委会 人家欧阳镇长一个人忙不过来 村里重建还没开始 就弄成这样 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咱村人 你可不能撩蹄子走人 咱可做出这样的事情 老爸这样对他说话还真是第一次 夏剑不由地抬头看了一眼 夏则成 就见老爸原本花白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他真不忍心拒绝 可是 夏总 再难的是 在你那儿都不是是 村民们有这样的要求 也属正常 如果你现在走人 传出去会被人笑话的 再说了 萧总他们也快来了 只要萧总一来 你这边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不是就钱吗 想想办法就有了 方方说着 冲夏剑调皮的一笑 这个女人还在这里住上瘾了 夏剑正想反驳他两句 忽然 陈儿牛跑了进来 他慌慌张张地说 夏剑 快回村委会 有人在闹事 有人在闹事 夏剑一听 什么都不想了 和方方一前一后 直奔村委会 村委会的大门口 已围了一圈看热闹的村民 大家一见夏剑 便迅速地分开了个口子 夏剑和方方几步跨了进去 屋檐下的台阶上 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这女人穿得有点时髦 不像是西平人 可她一头乱发 盖住了大半个脸 欧阳红双手 抱着肩膀 一脸的怒气 瀑布式的黑发上 还挂着把梳子 看来她还没有洗漱完毕 就被这个女人搅了局 怎么了 大清早的还让人吃饭吗 夏剑一句双关 欧阳红看了一眼夏剑 没有吭声 坐在台阶上的女人 猛地一下 分开了脸上的乱发 大声说道 来得正好 老娘的事没办好 就别想吃饭 夏剑这才看清 这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王德贵的老婆陈月琴 这有点让她吃惊 自从西平村遭遇了水灾后 这家人就没有一个出来露面的 看样子她 今天来村委员会有点不善 什么个意思 说清楚点 夏剑心里知道 这女人就是西平村的一个泼妇 仗着王德贵 西平村没有她怕的人 如果自己再镇不住她 欧阳红就更难了 陈月琴一看夏剑病 没有怕她的意思 立马跳了起来 大声说道 什么个意思 你说什么个意思 咱家老王为了西平村的事 积劳成疾 在镇上住了快一月了 你没人过问 还选了什么狗屁的临时领导 要夺权就明说吗 陈月琴一说一跳 手还跟着一扬一扬的 就像是在跳大神 夏剑强压着心中的怒火 她要看看 这个女人到底想干啥 你 不就一小流氓混混吗 爬爬人家墙头 勾勾人家小寡妇 还到处打架斗殴 凭你这样的人 还做领导 我不知道是西平村的人眼瞎了 还是这平阳镇领导的眼睛 是出气的 陈月琴越骂越勇 不但翻了夏剑的光荣史 还捎带着骂了村民 劈了欧阳红 果然骂街有一套 就像是排练过似的 站在门口的村民 开始有人窃窃私语 本来有些人对这次重建 就有很大的意见 加上陈月琴这么一闹 正好给有些人解了气 混混就混混 那我就再混一次 夏剑猛的一转身 朝着看热闹的人大喝一声 滚回去 这一声如同晴天劈雷 大伙下的慌忙散了开来 夏剑的名声他们是知道的 这小子如果真动怒的话 打人还是小事 想当年一脚踢死了村长家的看门狗 人一散去 陈月琴稍有点收敛 他双眼瞪着夏剑说 你小子再混 我也不怕 我有三个儿子 你敢打我 我就叫他们回来报仇 无知 法治社会 打啥打 一直没有说话的欧阳红 一步跨在了陈月琴和夏剑的中间 他这是说 给两个人听 夏剑长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稍微平静了一下说 说吧 你跑这儿来闹的目的是什么 夏剑知道 这女人搞这么大的动静 绝对不会是为了来骂她 我家的院墙全部被大水冲倒了 那可是祖辈留下来的 王德贵生病来不了 我来讨个说法 你们总能给别人盖新房 给我家连个院墙也不起吧 陈月琴说着 两眼在欧阳红和夏剑身上扫来扫去 狐狸的尾巴终于露了出来 欧阳红看也不看陈月琴 冷冷地说 没有可能 你说什么 凭什么我们家的就不管 我们不是西平村人吗 陈月琴拍着双手 一副急火攻心的样子 欧阳红脸色一变说 大婶 我看你年纪大了 今天早上人多 给你给足了面子 没想到一个村长的家属 竟然是这样的觉悟 我不想跟你说 你叫王德贵来找我 王德贵他病了 这个家 我说了也算 陈月琴一副不讲理的样子 欧阳红生气的 一把拿掉了头发上的梳子 直接摔到了脚下 他强压着怒火说道 你家的院墙是怎么到的 是被大水冲到的 如果 王村长有远见之名 不砍那天杨怀林 西亭村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这个责任王村长能逃脱的了吗 哎哟 我的个天啊 这好人怎么就没有好报 砍杨怀树可是全村人都同意的 还不是为了修路饮水 这怎么都怪到我家的贵的头上来了 如果你们真要这么做 我就死给你看 陈月琴哭天喊地 忽然低着头朝欧阳红冲了过来 夏剑站在欧阳红的身后 想来也来不及了 这陈月琴的架势 非把欧阳红撞飞不可 说时迟 哪时快 芳芳忽然从另一边一伸脚 只听见陈月琴哀诱一声 便爬在了地上 还好她双手撑地 要不非摔个狗吃屎不可 大神 您慢点 芳芳说着 一伸手便把陈月琴拉了起来 陈月琴吃了个暗亏 心里不由地打起了小鼓 这女孩是谁呀 她怎么没见过 她那伸手 该不会是派出所的民警吧 一想到这里 她心里还是有点怕怕的 鬼怕恶人 看来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陈月琴乖巧地站在了一边 一句话也不说了 这样夏剑感到十分的吃惊 欧阳红看了一眼夏剑 长出了一口气说 大神 你先回去吧 闹这么久你也累了 至于你刚才提到的这是 我们这次重建中 没有这一项 所以你就别败费力气了 是吗 一个声音从村委会的大门口传了进来 网友才舔着个大肚子 摆着八字步走了进来 他的身后跟着陈贵 王军丽 宋芳等人 院子里一下又涌进了七八个人 他热闹的村民跟着也围了上来 原本松了一口气的夏剑 拳头不由地又握了起来 欧阳红一步挡在了夏剑的面前 他也看出了夏剑火爆的脾气 如果不加以控制 会出大乱子 哟 夏剑 夏总啊 怎么还躲在了女人的身后 哈哈 这点我还忘了 你就是靠女人吃饭的呀 网友才怪声怪气 明显是在激将夏剑 这要是在平常 夏剑早都冲出去了 可是现在 他不能这样做 他只能忍着 夏剑心里不由地按骂了一句 这个王八蛋原来不结巴了 你是谁 勇士说是 没事请离开 别妨碍我们办公 欧阳红板着脸 声音冷得像冰 网友才哈哈一笑说 村里人都说 新来的镇长既年轻又漂亮 果然不假 漂亮是资本 办事好办 就是这太年轻了吗 难免工作起来 经验不足 少废话 勾阳红说的斩钉截铁 不给网友才任何表演的时间 花拉一下 大门外又挤进来了一群人 而且每个人手里还拿着家当 领头的正是陈二牛 他大声地喊道 是哪个不长眼的来闹事 小心陈爷打断你的狗腿 说着陈二牛领着他的那帮人 站在了夏剑的身后 形成了明显的两派对立 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网友才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他脸色一变 狠狠地问道 欧阳镇长 你这是请了打手 还想对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动武 这是恶人先告状 夏剑再也忍不住了 他一步抢到了欧阳红的面前 微笑着问网友才 三少 是爷们就挑重点地说 别他妈的在这儿废话 小心我一脚踢死你 夏剑做了个踢人的姿势 网友才健壮 慌忙地急退两步 嘴里连声嚷道 你敢 踢死我你也要坐牢 欧阳红不由地笑了 心里想 这家伙原来也是个胆小鬼 好夏剑 痛快 把我们这十多户人家 也列入重箭户 这事就完了 否则你们别想在西平村动工 网友才接着说道 夏剑正要说话 欧阳红抢着说道 好 既然大家都有这个诉求 那我必须得向上报告 争取拨款 这得有个时间 你们回去等信吧 欧阳镇长 你可不能骗人 陈贵眨巴着小眼睛 抢着说道 欧阳红冷笑一声说 骗谁也不会骗你 你就在家里等着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陈二牛拿起手里的家当 大喊着 还不快滚 做事要打人的样子 大家哄笑着 慢慢退了出去 夏剑这才发现 陈热琴什么时候也溜了 欧阳红长出了一口气说 夏总 我们俩开个会 陈二牛赶快带人 到村口淫一下 工程队马上就要进村了 陈二牛应了一声 骂咧咧地带着他 哪帮人走了 办公室内 欧阳红和夏剑面对而坐 他笑了笑说 农村工作就是这样 必须得有耐心 千万不能动手 如果闹成群体事件 那就不好处理了 我看你还是有点冲动 没事 我有分寸 不过今天这事 我感觉哪不对 夏剑说着 不由地沉思了起来 欧阳红呵呵一笑说 你也看出来了 夏剑一愣说 我感觉有人在暗中操纵此事 你看这是闹得多有步骤 层层推进 这是想让我们走人 哎呀 我还以为你只会经商 没有想到你这脑袋还真不一半 农村人看起来淳朴老实 但有些人的套路还是很深的 就你们西庭村来说 这个王德贵 大灾一来 自己就先住医院了 但是村里的事 他还不放手 看来我得来点硬的了 欧阳红说着 抓起了身边的电话 上午十点多钟 上二间的工程人员开进了村子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不大一会儿功夫 陈康家的地基就弄出了个模样 只要有一户人先动起来 后面的再慢慢动员 不过这个陈康人倒实在 在关键的时候 他没有掉链子 他家原本也有七间土房 这次改造就少了两间 可他二话没说 一口答应了下贱 下贱觉得 陈康这是在感恩他 欧阳红也很激动 陈康家地处西村亭西边第一户 他要是不同意 后面的工作就无法开展 这第二家便是下三虎家 这可咋弄 下三虎的思想工作至今 都没有做好 总不能硬上吧 下贱坐在巷子口的大石头上 一脸的愁容 陈康领着一伙人 就蹲在他的对面 嘴里还不甘不禁地骂着 说什么 他家的房子 如果不按他的要求键 他要打人 还要火烧村里会 反正是劲挑厉害地说 下贱听着 心里暗暗发笑 你小子就等着吧 就在这时 村口开过来一辆警车 停在了巷子口 从车上跳下来 两个警察 直奔陈废 他们拿火人 下贱明显地看到 陈废脸上的颜色 顿时变了 看来 这小子还是有点心虚 谁是陈废 警察先是亮了一下证件 然后问道 陈废哆嗦着身子 站了起来 小声说 我就是 请问什么事 跟我们走一趟 去了就知道了 警察说完 一把把陈废拉了过去 拉着他直往警车上而去 唉 不带这样的 怎么能随便抓人 陈废的哪帮人中 有人说了这么一句 呼了一下 大家都站了起来 样子挺血性的 其中一个警察 右手一指 大声喝道 都蹲下 小心把你们一起抓走 那伙人又乖乖地蹲了下去 坐在对面的下见 心里在想 王德贵不知看到 警察会是个什么样子 不到中午 整个西平村都传遍了 说陈废被抓 有人说是他带头闹事 阻碍重建工作 还有人说是因为 砍伐杨槐树的问题 反正是众说风云 一时间闹了个沸沸扬扬 下见刚接了个电话 一脸的高兴 一旁的方方笑着问道 是不是萧总他们快来了 嗯 不但是要快来了 而且他们还带了两大车的物资 下见说着 高兴地挥了挥拳头 紧接着 他又叮嘱方方道 萧总来了 你千万别乱说我的坏话 否则我饶不了你 下见说着 握着拳头 在方方的头上晃了两晃 方方白了一眼 下见说 坏话倒没有 不过和那个小寡妇 赵红走得太近 这是我必须得说 你敢 下见怒目言争 做出很吓人的样子 说心里话 这次回来 和赵红见面的机会 还真是不多 他所有心思都铺在村里的事物上 而且 这赵红 自从听了他和萧小的通话 最近老是躲着他 他想走近 可人家却不愿意 方方 呵呵一笑说 心里有鬼 看来 村里的传言 还是真的了 再说 下见伸手便去揪方方的耳朵 方方轻巧地一躲 人便奔出了院子 看着方方远去的背影 下见无奈地摇了摇头 心里想 他那里是个女人 简直就是个假小子 下总啊 姐这件做得不厚道 我来认错了 孙方摇摆着身子 哭泣泣地走了进来 下见原本高兴的心情 瞬间全无 他冷冷地说 你有什么错 快说吧 我不该听王德贵的蛊惑 我家的墙自己起 宋方一脸地诚恳 狐狸的尾巴终于露了出来 看来欧阳红的杀鸡给猴看 已经起到了效果 宋方 我听说你在外面见过世面 又是一个有知识的女人 怎么就没有自己的主意 瞎听别人乱指挥 你应该好好地想想 这村里的重建 不是我下见说了算 或者是欧阳镇长说了算 这是全镇统一的标准 下见一字一句 耐着性子给宋方讲了一通 宋方做出一副可怜的样子 边点头 边说 我和立军应该没事吧 我们要是被抓起来 家里可就惨了 上有老 下有小 关键是没人照顾 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 欧阳镇长回市里去了 等他回来我帮你问问 下见这是在应付宋方 等欧阳镇长来了 那黄花菜都凉了 宋方一听 脸色就更难看了 他哆嗦着身子说 夏总啊 咱们可是一个村子的人 这是 你不能不管 外面有人说了 上午抓成贵 下午不是网友才 便是我和我家立军 宋方说着 快要哭了 下见只不过想给这个女人一点教训 看火差不多了 便说好了 这是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 陈贵被带走 是去问话 而不是抓 只有你以后别再胡来 这是就算过去了 宋方一听 顿时眉开眼笑 他连连点头 扭着圆人的大屁股走了 事情弄到这一步 下见都觉得没辙了 可人家欧阳红却留有后手 这是办得漂亮 看谁还敢再来闹事 就算是他王德贵 也该收敛一下了 太阳已不再温柔 照在人身上 有一股毒啦啦的感觉 陈康家的五间砖房 眼看着就要完工了 可这个降虑脾气的夏三虎 死活就是不同意 还把夏三爷搬了出来压下见 这让夏见非常的不舒服 欧阳红也从室内回来了 可他也是一筹莫展 曾见 室内一万个不同意 就这五间砖房 后期的款项还能不能到位 也是个未知数 夏三虎还是不同意 你看这是咋办 夏见看着满脸愁云的欧阳红 小声地说 欧阳红看了夏见一眼 低声吼道 不同意就绕开他家 一见也不要见 让他自己去见 如果有能力 见上时间二时间 我都不会多说一句话 这女人彻底怒了 真有那个能力 夏三虎也不会这样 如果真像欧阳红说的那样 绕开他家 那他就真的惨了 自己多年的兄弟 他可不能不管 夏见想到这里 给欧阳红打个招呼 真奔夏三虎家 说是家 只是一个空荡荡的院子 夏三虎坐在院子中间 看了一眼走过来的夏见 低声说 别劝了 我是不会同意的 原本八间房 现在变成了五间 你说这么一大家子人 往哪住 你能不能先见五间 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 夏见走了过去 低声地劝道 夏三虎摇了摇头说 不行 要见一起见 不可能 如果你真这样讲 兄弟我也帮不到你 恐怕你会后悔 夏见带着性子 轻声地说 夏三虎冷笑一声说 夏见 你在威胁我 我不是威胁你 而是在劝你 欧阳红说了 如果你执意不要见 那就绕开你家 夏见想 给夏三虎 说明实际情况 让他别再固执了 没想到 他的这句话 彻底激怒了夏三虎 夏三虎哈哈一笑说 滚 你马上丢我滚 我夏三虎 从今往后 没有你这样的兄弟 夏见没有想到 事情会弄成这样 他还想解释 但夏三虎一步冲了上来 迎面就给他一拳 由于没有思想准备 这一拳打了个正着 夏见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 就失去了知觉 当夏见睁开眼睛时 自己正躺在村委会欧阳红 带来的行针床上 周围站了一圈人 大家七嘴八舌 乱成了一锅粥 你醒了 动动 看看有没有不适 不行让方方 送你到医院去看看 欧阳红一脸的 关切之情 这个夏三虎还真大 夏见摇了摇头 反正是头痛得厉害 不过他嘴上仍然说 没什么事 我甚至被打晕了 混蛋 什么兄弟 夏这么重的手 等他出来了 我再找他算账 方方一脸的怒气 他刚才去镇上 替欧阳红办事了 否则 他会真的动手 夏见强 撑了坐了起来 连忙问 你刚才说谁出来 怎么一回事 夏三虎把你打晕了 欧阳阵长一生气 通知派出所 把他带走了 最好是多关几天才解气 方方说着 生气的 用脚踢了一下床腿 踢得床子 颤动了一下 夏见一听急了 他忙问欧阳红道 抓他干什么 他不过是生气了 失手才打的我 快通知派出所放人 这样弄不行 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这事你就别管了 今天不给他一点厉害 明天就有张三虎 王三虎跳出来 咱们的工作还要不要开展 欧阳红一脸的严肃 没有一点放人的意思 夏见从床上下来 低声吼道 快放人 不放 你以为派出所是你家开的 想放就放 欧阳红也火了 嗓门提的老高 这一声 村委会大门口 看热闹的村民全听到了 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 夏见还是第一次看到 欧阳红冲他发这么大的火 男人的自尊 让他无法忍受 怒火迅速的提升了起来 他憋得难受 转身一脚 只听歌擦一声 弹弓捉的一条腿 硬生生的被他踢断了 发泄出来的夏见 这才对方方大喝一声 走 回去 身后 欧阳红金的睁大双眼 这就是创业集团的夏总 他真的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农村人 偏偏有些长嘴婆 没事了 就坐在一起讲故事 颠排人 夏见今天被打 和夏见跟欧阳红吵架的事 经过这些人的渲染 简直成了武侠电影 第二天 夏见没有去村委会 而是躺在自家院内的 竹椅上晒太阳 方方开着车 去国道边街萧小 他们去了 老爸和老妈 去了夏三虎家帮忙 夏三虎被关了进去 但房子一间也不会增加 照样改 你说这是何必呢 夏见有点不解地摇了摇头 哟 夏总 您老人家晒得舒坦 不经意 赵红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 已站在了夏见的身后 夏见慌忙坐直了身子 嬉笑着说 这是哪家娘子 是不是走错到了 德性 你是不是真不管村里的事了 赵红脸色一遍问道 夏见常叹了一声说 都闹成这样了 还有啥好管的 得罪别人不说 你说 这下三虎出来 能原谅我吗 还有那个欧阳红 人家才是真正的领导 我说了又不算 与其这样 还不如不管 夏见一副放弃的样子 没出息的家伙 你也不从另一面想想 夏三虎为什么打你 他怎么不去打欧阳红 这说明他还是把你当兄弟看 这件事 确实有事公平 但是凡事都应该从大局出发 可这人有时候 就会一根筋 撞了南墙才知道回头 赵红白了一眼夏见 接着说道 欧阳红他是镇长 而且还是个女镇长 有些时候 不用点手腕 这些村民能听他的吗 哎呀 经赵红一分析 这事情好像并不是很糟 夏见贵游得多看了赵红几眼 这个女人变化真是太大了 和他以前认识的赵红 有着截然的不同 老盯着人家看啥 是不是我脸上开花了 赵红娇称地瞪了夏见一眼 美 白里透红的脸蛋 玲珑有致的身材 夏见看着 几乎呆了 这要是生在城里 好好一番打扮 哪可就是一大美女啊 绝不比哪些影视明星差 赵红见夏见一肤色迷迷的样子 脸色不由地一红 他伸出小手 冷不防在夏见的胳膊上掐了一把 痛得夏见大喊一声 两个人便扭打成了一团 赵红挠了一下夏见 夏见咯咯笑着 一把抓住了赵红的小手 赵红连抽了两下 可由于夏见手劲实在太大 他抽不出来 只好红着脸 低着头 像受了气的小媳妇一般 乖乖地站在了哪 夏见正想借此机会 好好地逗逗赵红时 芳芳领着肖小走了进来 院内的一幕 让他们俩尴尬地停止了脚步 夏见听到脚步声 回头一看 也是傻了脸 没想到肖小会来得这么快 按推算 应该下午到才对 现在还不到十一点啊 赵红红着脸 使劲一抽 小手才从夏见宽大的手掌里 滑了出来 我是不是来早了 萧小姨脸得不高兴 话里明显酸溜溜的 夏见慌忙站了起来 冲着萧小大笑道 哪里的话 赶快做 赵红帮我烧点开水 不用了 水我们带了 萧小一扬手中的矿泉水瓶子 大方地坐在了夏见刚才做过的主椅上 眼睛飘过了赵红 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赵红扬起了脖子 刚才脸上的红韵早已消失 她冲夏见 微微一笑说 你忙吧 有空我再来找你 说完深情的一笑 还扭着屁股走了 我的个神 这不是赵红的为人 她这是故意做给萧小看 感觉像挑战似的 这女人的套路 看来比男人的还要深 夏见心里难免怕怕的 她就是赵红啊 蛮漂亮的 萧小微笑着问夏见 夏见点了点头说 是的 她跟我家也算是邻居 大家相处久了 就比较熟 夏见小心地解释着 生怕萧小找她毛病 是漂亮 不过我觉得她就是漂亮的狐狸精 萧小双眼紧盯着夏见的眼睛说道 夏见呵呵一笑说 人家是正派人 怎么就成了狐狸精了 可能干了 夏见说着 向芳芳投去了求助的眼光 她想让芳芳帮她圆上两句 可芳芳顾把脸转向了一边 气得夏见直抓狂 看来这女人关键的时候 还真靠不住 萧小站了起来 走到夏见身边 鼻子在夏见身上闻了闻 然后笑着说 你说她不是狐狸精 那她怎么能把你迷得深昏颠倒 抓着人家的手就不放 萧小的眼神非常的犀利 看着夏见浑身都不自在 这女人也太霸道了 一来就纠结在这件事情上了 弄得夏见左右不适 是不是这个芳芳在路上说了自己什么坏话 夏见一想到这儿 心里不由得暗暗发恨 你等着吧 你这个假小子 就在这要命的时刻 欧阳红哈哈大笑着走了进来 她一看萧小 就像认识似的 一伸手说 萧总好 每天都在念叨你 你总算来了 萧小微微一笑 便礼节性地伸出了手 俩人轻轻一握 这两女人往一起一战 欧阳红在气质上 还是稍稍欠了点 可论漂亮 比萧小不差上下 夏见不由得心里暗暗比较了起来 夏总 你咋这样 萧总来了 也不带到村委会 你这是想 金屋藏娇啊 欧阳红哈哈一笑 把昨天的不快 抛到了九霄云外 夏见毕竟是男人 他不能斤斤计较 也是相对一笑说 藏娇倒是想 可我家这房子 能说是金屋吗 只能说是茅草房 夏见的一番话 逗得几个哈哈大笑 所有不快乐的一切 都随着笑声飘走了 村委会的办公室内 欧阳红早都准备好了 桌子上放了一些当地土特产 苹果 核桃 还有葵花仔 看来他还是费了一番心思 城里人 尤其像肖小这样的城里人 他啥没吃过 就农村这点土货 对他多少还是有点吸引力 肖小嗑着葵花仔 问夏见和欧阳红道 村里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钱 两个人一口同声 肖小顿了一下说 这个村实在是太穷了 我这次来 只要是带了两车的生活物资 钱带的不多 毕竟你们和我们不是一个似的 有点绕 我想捐钱 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名堂 再说了 集团人多 领导也多 大家的不同意见也就多 所以 我只带过来了十万 啊 十万元啊 那还真不少了 夏见激动地喊道 欧阳红也是没有想到 肖小会这么大手笔 十万元在西平村 可以解决不少问题 他激动地站了起来 抓着肖小的手 谢谢肖总 我代表平阳镇老百姓感谢你 没事 只要能帮到大家就好 这钱我带的是现金 转账你们又没有设专门账户 转到个人账户又有点不妥 所以我就放在物资车上了 你们接下来给我讲一下村里的实际情况 肖小丢掉了手里的葵花仔皮 非常认真的说 欧阳红看了一眼夏见 便笑着对肖小说 肖总 村里的情况 一会儿我们带你去看 咱们边走边聊 这样你会了解得清楚点 可是你捐的钱 咱们得搞个小小的仪式 然后当着村民的面 把这钱存起来 减少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哦 那就算了 仪式就不要搞了 这钱也就不要告诉大家了 由夏见保管 你们俩自由支配 反正全花在村民身上就行 肖小说着 站了起来 转身就往外走 夏见追上一步说 这钱由我保管 恐怕 好了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啰嗦 这是就这样定了 再废话 这钱我带回去了 肖小一脸的认真 夏见和欧阳红对视了一下 两人再不敢吭声了 灾后的西平村 百费带心 肖小走了一路 哀声叹气了一路 村民们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听说来了集团大老总 感觉就像要给他们发钱似的 大家把通往村委会的路围了个水泄不通 最后还是陈二牛出面 他带了一伙人连推带轰 总算把大家劝了回去 中午吃饭时 问题来了 现在的西平村 别说新鲜蔬菜了 能吃饱肚子已是不错 可肖小来了总该弄点像样的吧 可夏见知道自己家里除了几个粘土豆 就没别的啥好菜了 肖小也看出了大家的难为之情 笑着说 没事 我车里带了几箱方便面 今天中午我就请大家吃方便面 吃完饭准备发物资 物资车应该快到了 夏见正求之不得 连忙让陈二牛给方方帮忙 从肖小的车上搬回来了一箱方便面 还有一箱水果罐头 另外一个塑料袋子里面 是几盒牛肉干 肖小把塑料袋往夏见面前一丢说 这是我爸让我带给你的 吃不吃是你的事 反正这个情你得记着 肖小说着 脸上微微一笑 夏见慌忙答应着 他心里在想 老肖是知道我喜欢吃牛肉干 可他的性格应该不会这样做 这牛肉干应该是肖小带给他的 一想到这里 夏见高兴极了 立马把几袋分给了大家 大家欢呼着 一抢而散 就在这时 王有才搀扶着王德贵走了进来 正在吃方便面的大家 顿时傻到了那 陈二牛和他的那帮人 更是吃惊 一脸的茫然像 还是欧阳红反应快 他立马站了起来 几步跨到王德贵面前 微微一笑说 你是老村长王德贵吧 是 王德贵不假 可这村长二字就不敢当了 你们不是把我换了吗 王德贵说着 一老卖老的坐在了办公桌旁 逼得方方端着方便面站了起来 欧阳红脸色一正说 你是生病住院 没人说要换你的村长 你们不是选了这下见吗 王德贵说着 回头看了一眼下见 眼睛里充满了难以言表的不满 欧阳红耐着性子说道 非常时期 村民临时任命 总不能群龙无首吧 呵呵 这么说我可以正式工作了 王德贵一副得意的样子 屋内静静的 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到 各位听众老爷 本频道为连载故事集 预知后事如何 请按照章节顺序开启下一章 让我们继续精彩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